这个题目一样在历史科跟公民科都会看到 《返校》这部电影应该大家都看过吧 我记得他当年这个好像入围金马奖项目是最多的 这个电影是改编至同名电玩 电影背景时间设定在戒严时期 白色恐怖时期迫害自由人群的事件为题材 何者可能是电影中会出现的画面 好 看一下 A 这个太扯了 怎么会有闽南语客家语 东马斯讲中文 原著名语这更不可能 B 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中央层级的民意代表 因为我们以前有那个国民大会代表负责修宪 现在没有了 所以不可能 中央民代你要到民国81年之后才有可能 C 不得任意组成政党 但党外势力依旧蓬勃发展 如时代力量和台湾民众党 不可能 这个在那个时代是没有所谓的这个集会解释自由 所以像是民进党 他也是在戒严时期偷偷成立 是在这个 杰出戒严的前一年成立的 9月28号 好 再来 朱 人民因为言论自由受限不得任意出版刊物 对 他们还有静歌还有读书位 那个老师不是被打死吗 对 就是因为成立了读书位 然后看一些比较左派的书籍 所以我们答案 是朱 有机会可以再看一下这部电影 然后返校